欢迎收看本期的甜蜜的任务 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的甜蜜嘉宾 他就是在最近热播剧《庆余年》当中 范贤范公子的扮演者张若云 欢迎若云哥 欢迎 现场的导演们 芒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若云 在这里要跟若云哥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叫甜蜜的任务 其实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重粉的节目 今天的所有的问题 包括互动 都是你的粉丝云组专门为你设计的 因为若云哥本身自己也是个技能满点的 就很多技能 你自己就是觉得你的哪个技能是最拿的出手 吃 吃 特别会吃 寻口的美食 主食呢 上主食 这么多 快吃 那吃了就是比如说什么偏爱吗生活当中 特别会吃就是能欣赏各种文化各种各种美食的美 会吃也能吃 那鸡腿呢 哈哈哈哈 啊鸡腿 鸡腿最爱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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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最近云朵嘛 就是在机场给你送了一个鸡腿花是不是 你记得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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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鸡腿这个 这是鸡腿 这是鸡腿 这是炮鸡腿 这是复风包张 你 行 其实是个鸭齿根 我就解决了 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现场 就是他 他就是当时 因为正好拨到那个鸡腿那段 然后就送了一个那个鸡腿做成的花 然后后来我就挺惊讶的 我还 我还第一次知道说 这个东西能带进安检吗 后来我还可以 然后我就进了安检之后 定睛一看 那上面都是鸭齿根 八个鸡腿里边四个鸭齿根 可能也很匆忙 就是没有买到真实的鸡腿 不是 看上去差不多 反正这是粉丝的 就是祝福到了 其实这一次若云哥是过来拍摄 《明星大侦探》对不对 以及周边甜蜜的任务 没错 然后其实若云哥参演 就是《明星大侦探》也很多次了 你自己最喜欢 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角色是哪个 那个张医生吧 《盲盒》里面也是哪个 就是觉得那个是最经典的一个是吧 没有 因为我赢了 那平常比如说在那个录大侦探你会喜欢做什么样的角色 就都行 我觉得做凶手跟平民都挺好玩的 我觉得有点害怕当侦探 你知道吗 侦探会比较难是吗 对 责任感对太重了 对啊 那你可以说比如一起录制的玩家们谁的脑洞是最大的 是分正的还是斜的 正向脑洞的话我比较佩服小白 要是说乱开脑洞的话那就不得不说萨老师 我也想的是萨老师 他能对着这个研究半天你知道吗 人家说此处必有蹊跷 对 萨老师就是在那个《大侦探》里是真实的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们在做游戏 萨老师真的在破案 很认真的在破案 因为他是法治节目的那个主持人 所以他真实的案件就是那样的 就是从不起演出就一样一样的得筛它过去 很麻烦的 就真实案件我们玩一天破不了 就是我们是在做游戏 就是以游戏的逻辑看说这里面哪些是有可能的 萨老师是真的当一个案件在破 其实他的思维是正确的 对不能说人家乱开脑洞 案子就得那么查 那现在已经录到其实第五季了 感觉案子也越做越大了 场面也越来越盛大了 就是你一路走过来你的心路历程一样 就是看着这一切的变化升级 可以一直参与其中 对 就是越来越 就是不让说 不让说 就是 今天我真是是大神探就是只有第二季没来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伴随我的成长 虽然我不是常住说这话有点不合适 但是确实是有迎来很多朋友 就像这一季又迎来了那个小景 就是也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都认识很多年 然后包括上一季的时候是浩然 第一次第二次来 哎真的有一种特别自豪的就是朋友来了 就是说我 记得带 对对对 就是明天看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节目组 然后是一个特别好玩的节目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疯狂的 包括之前在那个卫视版的时候 说我疯狂的安丽马斯处的 我说你来了 太好玩了 就确实有一种就是自己家的那种感觉 介绍朋友来玩 那我倒是真不客气 对对对 其实说到卫视版 如影哥应该不记得了 去年的收官之战 我当时扮演了一个真羊女的角色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青春活派对 我是真羊女 就是抢走了张绍涵老师麦的那个讨厌鬼 不是吧 是我本人 哎你看这不记得 我没有关系 冬龙肯定记得你 对对对对 就因为只有轮根过来跟我互动了 我就在最边上 因为他特别恨你 啊对对对 非常恨我 对有很多绍涵老师的粉丝也是 你以为叫你会唱歌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拦点我 哈哈哈 好好好都是都是都是戏剧 说明明演技好 就是就是 因为今天我要采访你 我昨天跟我爸妈说了这个事情 然后 我妈特别激动 她说 之前我跟你爸在追那个庆余年 她说你爸就说张在里面真的是气宇轩昂 真的很帅这个原话 哇太有眼光了谢谢 谢谢 因为最近支部剧真的很火 就火到最近在网上有个话题叫做 庆余年土味催更大赛 因为大家就很盼望着就是可以更新嘛 就是你本人也发微博就是也是呃这个表情包 你有看到过吗 就是你自己发的这两个我看 大家看过了我自己发的那拍吗 对所以你平常发微博想爱发自己的表情包的吗 没有没有那个表情包都是跟宣传要 我说有什么表情包吗 你给我一个 那这一次这个剧算是 时隔几年的一个古装造型 对对对对 对拍摄这部剧的最大就是什么感受 啊自己喜欢这一次的造型啊什么方面 对对对对 啊我挺喜欢的 当时有想到他会这么火吗 首先我认为故事是特别好看 就是现在观众每天的的的笑料什么的 或者说感觉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当时初见这个剧本 我所感觉到好玩的一些点 然后看着它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然后这是一个演员特别幸福的 对对对幸福的一个一个想法 就是就演员其实就是就是看到好剧本之后 那种兴奋就是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观众听 就是这本身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嘛 就是说完了故事之后就感觉这个观众现在看到他的兴奋 很跟我当时看到他的兴奋是一样的就是特别幸福 那你觉得还原度就是有达到百分之百吗 还是说甚至超过 不好说就是它一定在某些方面有有有折损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有又有高光对吧 它就是毕竟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完成的东西 嗯 这拍摄现在有没有特别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因为这一次也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戏骨 晴云年这部戏的气质就是有一点一个一个看似正经的人 在做一个好像整个不太正经的一个事 所有的口头是大意凛然的事情最后都会变得有点诙谐 因为这些老师们平时演的都是那种很正儿八经的戏 对吧 然后把我们自己就因为很很少遇到调侃性质这么强的戏 然后就是有一种搭了一个正系的舞台子 然后大家开始说相声的 那这次跟陈当明老师合作就是什么感受 就标系的感觉 那不敢不敢讲不敢讲 就是我觉得就跟前辈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 气力气败都会学到很多演员的知识 因为其实那个这次包括和肖战女士合作 他特别聪明 我们拍青云年的时候第一次认识 然后就是很短的时间就有很多关于表演上的交流 因为我们在戏里边的那个搭档是完全相反的性格 就是颜冰云是属于特别正经严肃的那样性格 然后范贤是属于特别不严肃的 然后就是这两个人其实也是一个斗根捧根的一组合 就是出来效果会很好 对但是他这里面就是需要人的脑子的反应 就是肖战的反应特别快 那还包括其实最近小范贤在网上也特别火 然后很多人都说他就是你们自己觉得他像吗 就跟你还蛮像的 我觉得他演的特别好 就是真的有非常演员的一种本能 他甚至会观察 因为我看过他别的戏 他甚至会能做到说观察他的成年演员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会在表演上往我们的身上去靠拢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就是这个小演员的不可限量 嗯 有网友称您和那个郭麒麟是范负二兄弟 对本来就是 对对在现场是相声现场是吗 就你这样身子还敢刷我 我身份怎么了 我身份是你胸长长胸如腹 要这么胸的话我算是你亲爹双手上 他是对啊 太陡了 就我是票友人家是太陡了 就是你会就跟他一起就是节奏会有有相声的感觉吧 就是那种就是你们生活当中交流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时候舞台是一些概念是普通的 特别是在一个偏喜剧的节奏里边 你比方说戏里边很多喜剧色彩就是 然后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清云点里面 每一场戏是有他的发动机的 这个所谓的发动机 从相声的概念来说就是那个痘跟 然后就每一场戏都有一个痘跟 然后和若干的捧跟 就我跟我跟郭琴琴在清云点里边有的有的戏 有的时候我是他的捧跟 然后有的时候他是我的捧跟 他对与语言节奏那种理解 就绝对是经过书办厂相声演出的一个 总结的经元调整 所以语言节奏非常准备 好那非常谢谢若云哥跟我们分享了 你今年就是很多心路的历程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互动 就是快问快答的环节 好 在回答问题的同时 要请若云哥以鸡腿为主题 画一幅送给云朵们的画 灵魂画者规则 若云需要以鸡腿为主题 画一幅送给云朵们的画 同时回答来自云朵们最想知道的问题 究竟若云能否画出令云朵们满意的灵魂画作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来 灵魂画者 你可以随便用 我们这好多个颜色 请听题 最期待 我是一边答一边说是吗 对 你先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这两个颜色哪个更像二两个 或者更后味 我去倒混合一下 混合一下 就是有胶的有嫩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快问快答开始 最期待下一期哪一位嘉宾来明星大侦探 不知道 那就过 在节目中最想做凶手还是侦探 凶手 如果不做演员 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美食家 美食家 是真的很爱吃是吗 对 如果给你七天的假期 最想去的地方是 非洲 就是想去美黑吗 我们之前去过一次 我就特别喜欢 如果有个文件夹叫做张若云千万不要点进来 你觉得里面的内容会是什么 都是夸我的话 都是夸你的话 都是夸你的话 嗯 好那你比如觉得会有什么 那我就不猜了 那你自己夸一个你的优点呢 这句太多了 有 这也是 这数不过来 用三个词语形容一下云朵 那个就是聪 聪慧 贤良 熟德 好 近期最喜欢用的表情包是 我不用表情包 我真不用 我表情包都是跟人要的 就我只会发那个就是哈士奇那个 那个 哈士奇就代表了是吗 对差不多吧 这已经是第几队鸡腿了 对对对画失败的几个 因为我跟你聊聊天我就忘了 因为我想画一个心 但是前几个心都裂开了你知道 哎蛮可爱的这个鸡腿 那就是那种纹理感有没有 不是说他就有点一个那个 就是调料和烤制的那种焦香 还有上面感觉有点辣辣的 然后有点焦焦的这个感觉 所以你平常会喜欢吃什么味的鸡腿 对 就我一般就是把它就是用酱油料酒和姜 就是稍微腌一下 然后切几道 然后撒个胡椒 然后那个放进烤箱 然后那个放进烤箱 然后就自己爆开 滋滋滋的那种喜欢烤的是不是 好我们看一下欣赏一下若云哥为 云朵送出的三份非常香的鸡腿 我们后期披一下那个那个香气的感觉 还披点调料在上面 好谢谢谢谢若云哥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要送给云朵的东西 我们要请若云哥来签上你的签名照 谢谢 那么大家想要获得更多艺人同款周边的话 就请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芒果好物 那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不要忘记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为张若云增加甜蜜值 张若云的亲笔签名照 芒果TV好物 还有我们明星大名单的周边 都在等你来拿 甜蜜的任务成功 我们下期再见